請問老師有沒有用過這個叫板面配置? 有 你一定要善用 千萬不要老師在那邊自己加入一個在那裡移來移去的 這樣會有很大的事情 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在哪裡 就是利用他預設的那種方式 盡量不要自己去調 你自己調的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很難用 這叫改的時候很難改 那我們來看一看 你看這邊 今天我們剛剛已經把內容都弄進去了 內容有一部分進來了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太OK 沒有關係 你把右手邊有沒有在板面配置 萬一你不小心把這個關掉攪拌 因為在OFIS200的時候這個稱叫什麼? 關於這個穿軌有沒有 有沒有跑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右手邊不小心不見了 你就把它再打到就好了 那您看一下呢 在這邊 現在如果你是在所謂的一般標題業 就是一般的畢業 大部分我們就是直接用這一種 政治怎麼樣?自由的 對不對? 要直接用東西 有圖片就代表一切 對啊 好 那這樣就好了 今天如果我覺得這樣不夠 我可以把它變成兩個 有沒有? 其實就自動變兩個了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你千萬不要自己再加 這樣不好用的 那我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像我在這邊 有些內容 有些內容 如果我要變這樣子 左圖右援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是直接過去就好了 直接過來直接用 好 左圖右援的 像這樣直接用 那你可以先把圖片先貼進來 像我剛剛有COVID一張圖片 你看 有這個多好 三星就進來了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你 到底做過什麼事情 反正都在裡面 而且各位老師 我們剛剛有那個地圖那個有沒有 重新開機也會在喔 也就是你開機之後 下次開機之後還會在 但是比較方便 那順便補充一下 請問他 記住多少次你覺得比較適合 這個啊 綠色我記得是25次 這邊現在是改成100次 有沒有 最多的多少 1024 但是這樣又很可怕 所以我想應該不用記那麼多 人記性太好了也不行 還是有忘記還是要忘記的 好 OK 你進來之後 請問這個老師你做這種有圖片的 你會怎麼做 進來之後再自己拉成大腳 其實不用啦 你先點別的 再點他 有沒有自動說好了 你了解意思嗎 請問不要自己很清楚 喔 慢慢等他U.I.U.P. 然後再來怪他 說那就怕用 你在那個 他那裡也是一樣的作法 你了解意思嗎 好 雖然呢 因為他會預算的等比例 所以會收的比較小 對不對 你可以再適度的去調整 可是原則上還是用等比例的方式 去收到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OK 你也可以改用上下的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裡有上下的 在這裡 有沒有 但是他這個就做的比較差了 可能圖片 你要待會再調整一下 恢復他預設大場 你再來用他 哇 這就跑不掉了 好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我貼進來之後 我就 調好適當的 點下去看就做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 你就不用調的那麼辛苦 而且這樣簡報在看的時候會比較整齊 會比較整齊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你善用這個得序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會比較輕鬆一點